即使你、自移權和聲明 泰國的示威浪潮持續 當地警方在星期五晚出動水炮車驅逐人群 數以萬計的民眾,第二天仍走上街頭 要求總理回到六岸 日經新聞亞洲版 28日發表了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華志堅撰寫的評論, 說香港的抗爭運動正在為世界帶來改變。 與六四事件相比,香港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強調的Dewater精神 正前所未有地在全球範圍激發出對抗專政的更堅韌力量。 華志堅在評論中說,香港的抗爭者曾在2014年和2019年發起大規模運動, 都未能如願地推進民主化進程。 但是,即使香港如今看來前景暗淡,只要留意白俄羅斯、美國和梅蘇特州、 黎巴黎、佩奧特和泰國萬局的使用者是如何表達訴求的。 明顯地,香港的抗爭鼓舞和影響了全球人民對抗各自的專制政權時的行動。 華志堅回數中國近代抗爭時,由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開始, 因此,抗爭者即使遭到血腥鎮壓,仍未能成功爭取他們想要的自由。 但是,當時中國抗爭還是啟發後在布拉格和德國內比錫的政治抗爭, 即使在中國,對天安門的記憶仍在持續影響了好幾代人。 天安門六四事件亦在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成至六四後大中華地區最大型的示威活動, 引起國際關注。雖然最後仍未能成功爭取普選, 但卻影響了很多人在去年時再次走上街頭, 並且持續更長時間,再次引起全球更多目光。 從反對一項引渡法案開始,演變成一場抗爭,對抗政權的打壓和警暴。 雖然《逃犯條例》被撤發,但同時北京卻在今年7月實施了《國家安全法》, 令不同政見的人更容易被送中,一旦被拘留隨時無法與律師聯絡而被判譯。 同時,政權更取消了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也限制了港人遊行集會的權利,警權不受束縛。 華志堅認為,不能單純或簡單地說, 香港的抗爭運動就像1989年64事件一樣失敗, 因為無論2019年的抗爭會否在將來醞釀成更大的行動, 都已為全球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 令抗爭者的抵抗力量得以大大地提升。 無可否認,很多戰略和組織手法的起源無從考究, 是香港的年青人從不同地方借鑑來的。 但是,香港人在其中發揮的創意,令這些抗爭方法變得很獨特, 好像人們用不同的工具去撲滅催淚彈, 運用社交平台組織行動等等。 這些香港抗爭行動的影子, 可以從泰國示威者使用雨傘的方法, 抬高手機燈的行為中看得出來。 更重要的是,由美國到泰國等地的示威, 都看見示威者貫徹了香港抗爭中的Bewater的精神, 強調靈活性和堅韌。 Bewater起源於道教武術, 由香港武打巨星李小龍發揚光大, 這種精神令示威者的行動多變, 就比如在美國明尼蘇達州, 示威者在遭遇警方驅逐時立即散去, 並將示威地點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多謝您收睇時局新聞!